想要了解你 却拉开彼此距离 连微笑也要戴上面具 我们越是掩饰自己的痕迹 越是反应赴予愿你是自己 我们越是寻觅现实的彼此 越是朝前不思愿解开明具 失去你 你就是沈婉姨的亲生母亲 不是我 难道还是你呀 纪妖小姐找我有什么事 听说婉姨已经把你的生活费给你断了 呸 那个破烂赔钱货 成了名就网了娘了 我有件事要找你办 这些是定金 事情办成了 钱自然少不了你的 您放心 我能办得了 小红 这是婉姨的亲生儿子 明白到时候要怎么说了吗 可到时候做了那个什么鉴定 人家就知道是假的了 那个亲子鉴定最快也要几天 那个时候沈婉姨的名声早就臭了 谁还管这个孩子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的亲乖孙呀 明天带你找爸爸去 不是妈 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孩子 你看看你儿子 那都好像什么样子了 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怎么可能有孩子呢 这不是婉姨姐吗 这孩子 婉姨姐 你这可怎么对得起茗语歌 你 你们 宣颖猴 这是你和谁的孩子呀 你的婚夫知道吗 你为什么要泡妇妻子 这和您当上以后有关系吗 小朋友 怕是你们了吗 现在的媒体 只会造谣抹黑了吗 喂 这小朋友 干嘛呢 走 哎呀 这不是顾总吗 顾总可真关心婉姨姐 婉姨姐 你可真幸福啊 这孩子 妈 哎呀 这孩子和顾总长得倒是挺像啊 不会是 大家别在意啊 我瞎说的 开个玩笑啊 造谣的后果也承担得起吗 是 可不是我说的 是阿姨说的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这么小的孩子 说扔就扔啊 证据呢 你说这孩子是沈婉姨的 他就是吗 这可是沈婉姨他亲嘛 怎么会说谎呢 再说 要证据 也得做亲子鉴定啊 十分钟 给大家一个解释 要是检测出来 她不是沈婉姨的孩子 你这个母亲公然构陷女儿 已经构成了 诽谤罪了吧 你 你忽说什么 她是我亲女儿 法律可不认你是她的谁 更何况你只是杨母 你 金小姐 金小姐 阿姨 这是干嘛 你不能留下我 我回想她 你不能不告诉我 我认识你 白日梦 有些不经意 总让夜晚降临 手段拥挤 犹豫不定 数值不清 多少情绪 隐匿 在夕阳里回头 在夕阳里回头 可我 依然在哪里 你的声音 已爱知名 划破天际 穿过风雨 不愿万里 回到这里 告诉我 也怀念曾经 你 珍惜我们相遇 来之不易 相信别人 换迹 换了约定 直到 现在 明白 拼命守护回忆 不一定同体 期待四季的结局 不愿再更停 不愿再更停